今日,马来西亚新任总理到访中国,访问期间,虽然此前的一些项目由于马方的问题,不能继续进行,但是两国还是进行了友好的交流。 然而马来西亚总理在中国期间,大马国内迎来了一批客人,这批客人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3远征部队,据悉该舰队进驻了马来西亚低歌打进内巴鲁港,主力战舰是一艘埃塞赫斯两气攻击舰,这支舰队的大家来说并不陌生。 本月上中旬的时候,该搜美舰在南海公海搞所谓的航星自由时,宣称一名士兵失踪,随即大批F3武器飞进行搜救。 不过美国方面,自始至终也没有公布落实士兵的个人信息,搜救的事情没过多久就销声灭气,依次又是一次自导自演的炒作行为。 在去年的时候,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情,当时美国一次为借口,舰机已闯入南沙群岛,遭我方警告,同时各打基纳巴鲁港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地方,这是马来西亚离南沙群岛最近的一个港口,距离每计较仅有200多海里,以美国军舰的速度几个小时就可以抵达。 在2015年的时候,美国海军的军舰就从该港口出发,闯入国主币的12海里内,而这次美国派来的一艘氧气攻击舰,大概有五代舰载机F35B,如果还想闯南海,比军舰的速度要快低多,也更加难以防范。 据悉此次美国海军造访马来西亚,两国将在南海进行持续10天左右的军事,演习,按时间来看,正好赶在马哈第二访华结束之后。 至于演习内容,从美军这艘两栖攻击舰就可以看出来,主要是进行抢探登陆的演习,为了表现出对美国海军的重视。 马来西亚方面表现得非常积极,主动为美国军舰带路。 美军也有好的邀请马来西亚海军到埃塞克斯号上参观,美方官员对马来西亚和美军的合作大家赞扬,同时也不忘了炫耀一下自家的F35B舰载机。 当然美国经常挂在嘴边的航行自由也不会忘了,进入到8月以来,美国对待南海问题的政策更加接近,不仅内入到了自家的国防法案,美国的军机军舰多次进入到南海水域,本月中上旬的时候更是穿越宝礁。 遭到了我方多大六次的警告才离开,同时美国还频繁地跟东盟国家联系,试图靠着美国的硬实力,压迫一些小国向南海问题发难,可见美国对我们南海的良苦用心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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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